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快乐是什么,担心有人在自己的周围挖地三尺,找出自己真正的快乐。 当你认为物质是快乐,犯爱是快乐,甚至浪当人生是快乐时,你眼前的世界就成了一面哈哈镜。 他们越张狂,镜子里的你越丑陋,快乐消失了,生活一发善可承。 曾经看过一个节目,一个女嘉宾,在22岁那年,爱上了一个臭小子,两人在父母亲朋好友不看好的情况下,去了大城市谋生,他们发誓要做出一番事业,却发现只有在誓言抢低和经济节制的时刻,他们才会抢低自己去奔斗。 除此之外,他们的大部分日子还是浑浑噩噩的,每天吵吵闹闹,脸上却没有缺失过笑容,一切很简单。 后来终于有一天,他们发现年龄以及亲朋相互攀比的压力,向他们横冲直来,两人开始变得敏感,少言刮语,为了赚的钱买房子。 过上梦想中的日子,他们天天加班,疯狂地坚持,渐渐地把各自管得很紧,忘了最初的那种嘻笑,卖忙,打打闹闹的日子。 两年后,他们有了第一桶金,接着他们创业,很快又赚得很满波营,他们住上了大房子,吃上了绿色食物,穿上了昂贵的衣服,只是彼此都很忙,而且各自的性情都变得很古怪,经常吵架,摔东西,不理睬对方。 一天晚上,男人告诉妻子说,他对不起他,他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,妻子没有问他为什么,因为他觉得自己对这份婚姻也早就没了幻想,早里早心静,他们迫切地想要重生。 离婚十年后,他们再一次去婚上相见,彼此寒暄,看到对方的样子都很心疼,这种心疼是因为在眼神交会的一刹那,他们记起了以前,一直以为有了梦想中的一切,他们就会真正快乐,可现在却发现银行卡里稠密的数字,根本没有带来多少快乐。 现在凝固四旬,什么都不缺了,却发现真正让自己动心的事情寥寥无几,一切像个笑话,当初那些一起上班举地铁,一起在家里吃平淡无味的饭菜,一起互相捉弄对方,一起幻想明天的日子,成了他们最美的记忆。 他们终于明白,快乐这个东西,外表义得了,而内在珍贵,不被人热心并珍惜,最后只能被回忆代替,成为内心最疼痛的遗憾,可是一切都无法挽回,只能接受,因为没有比珍惜现在,好好的活着更迫切的事了。 成了什么人,拥有了多少,站起来有多高,权力有多大,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,能够获得他时的感受,轻松度育才是最重要的。 成了富甲,不一定在衣冠楚楚的同时,有了暖一人的家庭,有了人人羡慕的爱情,不一定能够真心实意地走到最后,共甘苦同富贵,即便年少的梦想实现了, 也可能会换来一身恶极,一个讨厌的年龄,以及成群结队的噩梦,那些珍贵的东西,并不是因为珍贵而让人喜欢,他们适合居住在博物馆,可远观不可惜啊,无论前路多灿烂,后路有多远,能够自如地平衡快乐和简化生活,并非是一事,但对于一些人来说很简单,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觉得生活不快乐,成了什么人, 拥有了多少,站起来有多高,权力有多大,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,能够获得他时的感受,轻松度育才是最重要的,快乐不难,难的是不再相信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